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紅色 這是我們評論員最喜歡的一個片段之一 我講的都是松明的這個片段 我自己也有拿設施電圖了 像這種評價一樣 裡面也有這一類的圖像 它其實代表的是什麼 我們把這種畫面通常稱為Red Image 這就是紅色畫面 紅色畫面要看的是什麼 第一個 紅色的鮮豔度跟保溫度到底夠不夠 你如果不鮮豔 就看起來它會比較像是橘色的 這是很明顯的 我想各位如果在賣場 如果看到一晃而過的那個草莓啦 番茄啦 變得有一點點橘橘的 橘橘紅紅的 不是純粹的紅 紅色 那我也沒辦法 那就表示說它的紅色表現剛才是有限 但是呢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在看這些紅色物體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它其實是同一種色 但它只是深淺跟光影的差別而已 那你如果是紅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它會變成平的 沒有層次 那就表示說它這部電視呢 它是故意把色濃度調高 到很濃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生出層次來 這樣也不行 所以我們是用這種方式來做鑑定